各位同學 我們現在要示範的是布丁 布丁呢 我們就是每一組有八顆蛋 每一組有八顆蛋 那你把蛋打開之後放進鮮奶 我們要做布丁的時候 我們需要把那個做出焦糖出來 焦糖的部分呢 我們就是把糖加一點點水 然後呢 用小火慢慢的把它溶解 溶解成焦糖化 這樣子了解嗎 不要加太多水喔 只要一點點水 然後呢 甚至於不加水 不過一般來講 我們是加一點水 然後讓它溶解 那慢慢的給它變成焦糖化 這樣就可以 各位同學看一下 現在呢 我們先把焦糖煮出來喔 先煮出來讓那個溶解 用小火 用小火 小小火把它煮成焦糖化 那接下來我們再把這個布丁的 布丁的材料 布丁呢 就是每一組有八顆蛋 然後呢 然後呢 蛋 乾 把蛋打成 打 跟牛奶打在一起 然後加一點點糖 調味就好了 先呢 先把蛋 各位同學 我們現在看做布丁的部分喔 我們把這個蛋 每一組的八顆蛋 打進來這裡 那我們通常打蛋的時候 是先打在一個碗 先打在一個碗 再放進來喔 雖然只有八顆 但是我們每一顆都要確保它是OK的 你把每一顆蛋 打 確定 OK 放進來 每打一顆 放進來 這樣子知道嗎 為什麼要每打一顆 放進來呢 因為我怕 萬一有一顆蛋是壞掉的 那麼這八顆蛋就完了喔 所以呢 你最好是確認 一顆顆蛋 確認好之後放進來 這樣可以嗎 然後再來我們再把那個牛奶放進來 我們等一下打完 打完了蛋完之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蛋攪拌 攪拌 攪拌呢 攪拌呢 是跟 蛋攪拌是跟鮮奶喔 也可以 用鮮奶喔 可以喔 不管是 只要吃鮮奶 放進來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就放一瓶鮮奶 好 那我們就放一瓶鮮奶 好 那我們過程中 我們可以加一點糖調味喔 讓它那個 味道更好 加一點點糖 剛剛有一個涼食 加糖進來調味喔 好 OK 我們通常如果是要加進固定的 我們可以用細砂糖 免得很難溶解 好 可以 我們繼續打 打完之後呢 打完之後 快點打蛋 打完之後呢 你可以吃下去 直接吃下去 你平常叫他小黑小黑小白 好 然後就用那個 條根喔 條根加那個牛稼 然後我們這樣 吃下去 都是油稼 然後就用那個 條根加那個牛稼 那我们刚做的那个焦糖 我们刚做的焦糖是放在底层 然后现在我们做出来的 打出来的蛋呢 就给它放进焦糖 刚刚焦糖的部分 好 那每一个布丁 好就 每一个布丁盒 布丁的模型 大概三分之二的量 装上我们刚打的搅拌的蛋 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们做的布丁呢 我们可以用电锅蒸 我们直接用电锅来蒸 我们可以直接用电锅蒸 那也可以呢 我们用电锅蒸 或者是用蒸箱来蒸也可以 但是要记住 小火蒸 隔水加热 慢慢的蒸熟 这样可以吗 隔水也知道吧 用100度C的隔水加热 你不要用太大的火 太大的火就会气泡太多 我们重点就是希望 希望做出来的蛋 蛋布丁呢 是非常的嫩的 非常嫩的 今天布丁的成品 布丁的成品 然后倒扣以后呢 你就会看到那个焦糖在上面 就这样子 今天就是我们今天做好的手布丁 谢谢大家